在马来西亚售价60万令吉 BMW最后的纯内燃机性能车款 BMW M2大改款在这里 今天呢我们就受到BMW马来西亚的邀请 来到了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试驾这一款车型 公司讲这一款车型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震撼 因为只有BMW才做出这样子的性能车款 如果你是一个BMW车迷 而且是M的重视粉丝 那么今天的影片你就不要错过啦 根据BMW官方数据呢 在所有的M家族里面 M2是他们卖的最好的车款 不仅是这款车是最入门的车型 而且这款车的这个娱乐性跟这个好玩性呢 也是所有的M家族里面的佼佼着 在新一代的M2车型上面呢 他们也采用了全新一代的CL AR平台打造 全新一代的M2跟上一代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的轴距 新一代的车型呢它的轴距达到了2745mm 至于上一代的车型就是低于2700mm 这样的改变让它这个山路的表现呢 也就是说它山路灵活性或者是高速赛道的表现呢 也更为沉稳 因为我个人一直觉得说 性能车款来说它的轴距都不可以带大 不可以超过2800mm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GR Supra 或者是法莱的一些跑车 他们的轴距基本上都在2500mm到2700mm左右 这样子的轴距我称之为黄金轴距 它可以应付山路非常的灵活 同样的它也可以应付这种高速赛道 像是Sermon这样的赛道 所以呢在这个轴距极距内的跑车呢 非常的好玩 如果你有开过你就会知道 所以这一代的BMW M2 well done 在外观的设计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采用了BMW家族的这个超级大鼻孔设计 而且呢采用的是这个Piano Brake的点缀 很多人会认为为什么BMW的鼻孔要做得越来越大 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因为这个内燃机引擎 它需要这个进风量来引擎的降温 以及提高这个空气燃油混合鼻 所以这个大的鼻孔呢 有助于引擎进风散热提高引擎的效率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这边下面有一个雷达 这款车是匹配了完整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 因为马来西亚的车型是进口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马来西亚也会有一样的配备 然后这边有那个非常突出的传感器 然后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风口 帮助一些cooler进行散热 顺便也加强这个刹车盘的散热 让你真的是在赛道又或者在山路的时候 这个引擎的性能不会因为热衰退而有所减低 这辆车的brake我超级喜欢 因为我们试驾的是美规的车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防光板 这个是美国的法规 在海外的车型不一定会有 但是也会有一些例外 我相信马来西亚的版本应该会没有 然后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个轮圈 No-Tone的color非常的好看是不是 加上这个非常大的刹车盘 还有红色的刹车卡圈 然后还有这个BMW经典的M3色logo 所以它的这个运动感 它的整个质感就瞬间爆发 整个视觉效果我觉得很出色很赞 然后它们就这样匹配来的轮胎是这个Pilot Sport 4S 它的尺寸是275 35 ZR19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轮胎是非常的薄 但是因为它是PS4S的关系 所以它整体的抓地力呢 还有这个玄机性呢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可以讲 如果你在60万的价位买到的运动车款呢 这辆车的驾驶感受是最好的 但是同样的 因为它配备的这个性能轮胎的关系 所以车内它的轮胎噪音滚动也会比较的明显 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 买运动车款谁会去在意MVH Who cares 在这个车车的部分 你可以看这款车是非常的DI 而且它是一个双门Coupé的设计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基于这个2 Series Grand Coupé 打造啦 也就是纯后轮驱动车款 你可以看到它的离地高度 大概只有两个拳头左右 这个是旁边啊 如果前面的话会更低一点 比较低的重心在你在Pack1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高速的时候 它会增加一点下压力 让车辆的稳定性更好 而且其实从这里到这里 它的车身高度只有1400多mm 非常非常的矮 所以也导致了你上下车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啦 不过这个都是跑车的通病 如果你会买到跑车 这一点你就不会嫌弃啦 如果你买到超跑的话 它可能更低 然后门把的部分 它这个门把这样子的设计 它是一个内线式的设计 打开的话是这样子打开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来 它是平的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它的空气力学 让它的加速速度更快 而且呢 它的这一个风噪声也会非常的低啦 而且重点是哦 它的这个side mirror的那边 它还有一个小牛角 那个同样的也是对于空气力学有所帮助 在车尾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它超帅 至于在车头咧 讲真的跟我们同行的媒体也有 很多人讲这个车头没有太好看 审美观的东西见仁见智 我不去comment太多 但是我觉得帅的我还是要讲 这个车尾真的太帅了 虽然讲它没有很多很激进的设计 这边就是一个小压尾 但是这个3D LED尾灯 在夜晚的时候它的辨识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你驾出去不怕人家 不知道你驾的是全新一代的2 Series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反光榜的设计 还有后面的sensor 其实它是四眼雷达啦 就是四边都有 然后在这个下面就是双边双出的排气围观 而且下面是这个Piano Black的材质 这个引擎启动的声音非常的悦恶 不过这边有很多人在拍video啦 所以我就不要去影响人家 我就不要去for这个adjust的声音给大家听 不过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车尾设计 谁看了谁都会高潮 因为真的是太帅的 我不得不说是排气围观 上方这个Piano Black是有画龙点睛的设计 但是呢因为这款车采用的轮胎 是比较有粘性的设计 所以很容易导致食指弹起来刮花 后面的Piano Black到时候就不是很好看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车主呢 如果买了这款车之后 可以去做一下车衣或者是PPF的 这种保护性的措施 让这个车起维持最佳状况 因为你连这个东西没有到钱 但是你的车子状况可以很好 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啦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倒车镜头 但是这辆车是没有360度镜头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性能车款 在这种安全配备上面 或者便利配备上面会有一定的缺失啦 这个个人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东西 因为车子是纯后轮驱动的设计 所以它采用的是前后配的轮胎 这边后面的轮胎宽度会比较宽 然后会比较薄 它是285-30ZR20 所以记得前后的轮胎尺寸是不一样的 打开引擎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BMW 今天的3.0公升直列6缸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这一具引擎是新开发的 代号为S58 率先使用在S3M跟S4M 然后之后的车型都陆续用上了这一具引擎 而且它是双涡轮增压的设计 Turboleg非常的骚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453HP 峰值扭力表现550纽顿米 数据上面非常的惊人 而且它的加速表现也很出色 如果是6速手排的版本 0-100的加速为4.3秒 如果是8速自排的版本 它的0-100加速为4.1秒 你没有听错 自排的版本其实比较快一点点 除此之外 这个引擎室原厂也做了很多相应的设计 来提高车辆的操控表现 在引擎盖上方你可以看到有这个 铝合金的拉杆 来提高车辆的刚性表现 让它在Pack1的时候有着更好的操控 当然这样子的设计很多车款都有 可是你不能否认 你看到这个有拉杆的引擎室 你整个人也会热血沸腾对不对 在这个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高擎商你可以讲说这个机械感十足 很多的按键都还是保留着机械设计 低擎商叫做old school啦 不过这个曲面双联屏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使用起来流畅度很好 显示度也非常的高清 重点是 它其实是一片独立的荧幕 所以整体的视觉效果观看感都很好 但是其他的设计部分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BMW原子原味啦 我这样子讲 你可以看到哦 它在很多的细节部分 例如讲这一个 椅子的中间 然后这边 还有这边 这些材质基本上都是carbon fiber 看起来就很运动的感觉 然后这个steering的设计 基本上啦 就是跟着一个之前的这种三系列啊 五系列是一样的 只是它多了 carbon fiber的面板 carbon fiber的换挡拨片 还有这个M1跟M2的驾驶模式切换 可以让你更方便的进行这个车辆的一些细节上的调整 例如讲呢 它的引擎的输出 方向盘的助力 还有悬吊的设定 这辆车是配备可调式悬吊 不过基本上在comfort mode的模式下 它的悬吊也非常的硬朗 不过都是那句话 运动车款你要嫌弃什么 而且呢 它的这个M 就是M模式的设定 你可以去自行的custom 就是讲你如果讲你要方向盘的助力是comfort模式 然后suspension是这个sport模式 但是引擎也是要comfort模式 你也可以去做独立的设定 然后再按这一下 它就会储存起来你的设定 这个是非常的人性化 然后这个排挡杆也是经典的鸡腿排挡杆的 它的这个使用逻辑跟其他的这个排挡杆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推左边往上推 它是R挡 然后你推左往下 它是D挡这样子的设定 使用起来跟上一代的7速DCT很接近 但是这一代的变速箱变成了8速的自排变速箱 但是进行了运动化的调教 所以这个变速箱整体的反应 非常的exgressive 非常的responsive 我很喜欢这个变速箱的设定 因为如果有长期看我们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对变速箱其实是非常非常挑剔的 我个人觉得能够让我满意的变速箱 基本上只有BMW 尤其是他们的运动化车款 真的是一级棒呢 OK 至于在其他的细节部分 这个座椅我觉得有点偏硬 但是它的包袱感是OK的 它完全就是一个赛车东一的设计 然后背后还有大量的carbon fiber 整体做起来 如果讲你今天是在赛道驾驶的话 不管是弯道的表现还是等等 它都可以给你足够的支撑 但是如果你是长途开的话 就可能会让你比较疲惫 因为它的座椅基本上的发泡面是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屁股痛灰啦 整体来讲我觉得是OK的 另外这辆车也像我刚才讲到的 它也配备了一些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包括了Tie Stop Angle的ACC 主要就是依靠前方的雷达还有镜头来做侦测 我们不知道马来西亚版本会不会有啦 这个就要等待BMW Malaysia的公布 不过目前呢 这辆车已经在马来西亚开放预定了 而且据说定的车主不少哦 最后要讲的就是它的这一个 Harmond Kardon的音响 没有错 它配备了Harmond Kardon的音响 不过刚才一路开过来 我跟这个同行的媒体呢 我们基本上都在听它的引擎声浪 没有空去注意这个音响 所以这个音响等下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才试一下啦 不过我相信买这辆车呢 听 инさ声音多过听音响 欸我导的太 Indian 这一段你不要看啊 我要给大家看 这辆车是怎样进来后面的 不过跟我的朋友呢 就有一点点反皮啦 对于这样的双门Coupe 我们是叫他谢傑岳母车 因为这辆车的后座 老人家要上车其实是蛮困难的 因为这个开口是比较小 而且车也比较低 你看我这种年轻人啊 33 岁的年轻人啊 进来后面其实都很难了啦 但是我还是进得来啦 耶 OK 接下来就讲它的后面的空间表现 其实这边左右两边还有配置一个喇叭 所以音响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过这辆车其实是一个 2 加 2 的设计 中间是不可以坐人的 它有一个防挂材质给你放东西 然后你坐下来的话 OK啦 你看我身高 181 我不管我是坐几鞋都好 我的头已经是没有办法摆直了 所以后面就是做小朋友就好 然后要讲舒适感嘛 其实这辆车的舒适感也不见得有很好啦 都是那句 因为动画的车款 谁去管它舒适性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我讲了自己都觉得矛盾是不是 OK 它的这个 背部 这边也是carbon fiber 这整体的视觉效果就是爽 一个字爽 除了爽哦 我不懂很用什么字去形容它 另外呢 虽然讲它的后面坐起来不是那么的舒适 但是它还是配备的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而且不管是风量还是温度呢 都可以做独立的调整 这一点我觉得还不错啦 所以 如果讲你今天是个想买这种运动车款的朋友 然后你又不想载你的岳母啊什么啊 这辆车不错的 我现在终于驾到这个小可爱BMW M2了哦 直列六缸引擎的Homing声听起来就非常的好听 不过这辆车我现在必须驾很慢 因为这边的警察很严 我们应该有同行已经中3万了 所以我就是驾慢慢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这台车我是真的有很快的速度去驾它 所以我也很有心得去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首先我要先讲一下这台车跟上一代M2有什么差别 上一代的M2其实是一辆比较Hardcore的车 悬吊很硬 然后整体就是要靠技术去handle它 因为它是纯后轮驱动加上马力大 所以如果你的技术稍微不好的话 它就很容易会落尾 也就是你会滑掉 所以还蛮难操控的 但是在这一代的M2上面 它虽然它还是维持了纯后轮驱动的设定 但是因为加入了很多电子的辅助系统 所以变成就算你是一个技术很Nope的家伙 就像我一样非常的Nope 你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去handle这辆车 可以驾得非常的好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这辆车配备了可调式的悬吊 可调式悬吊可以根据你的驾驶模式切换的程度 来去更换它的软硬度 我现在是以普通模式来开这台车 虽然讲我还是可以feel到这辆车的悬吊是比较硬的 可是它并不会让你不舒服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这个高刚性车体的原因 是要Air平台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轻量化高刚性 高刚性的车体它可以把悬吊吸收来的震动给过滤掉 所以这款车如果我们是以一个普通的方式去驾它 就是比较顺的方式 像我的speed limit 是50英里 我开着45-46左右 它可以给你一个很舒服的移动过程 但是如果说当你需要去pack one 像去你引顶pack大碗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问题 它完全可以handle到这一个你对日常驾驶的需求 那么它的方向盘响应出色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做一个舍心给大家看 3-2-1 看到吗 我稍微一抖动那个车身就跟着向左向右向左向右 所以这样子灵敏的方向盘 目前在这个极具的车款里面 其实讲真的我也看到BMW做得到 像是可能比较同价位或者价位低一点的车款 像是这个以前的C43 AMG 或者是AMG45或者是RX3等等 基本上都做不到响应如此迅速的方向盘 这个是M2的最大卖点之一 然后第二大卖点就是BMW对引擎跟变速箱的调校已经是出城路化了 当然如果我们以效率来讲的话 上一代M2搭载的7速DCT变速箱 整体效率会比起这一个现在M2的8速自排变速箱更好 可是问题在于7速的变速箱 它会有很明显的蹲错感 尤其是我在开上一代车型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蹲到你的隔夜翻头箱突出来 可是这一代基本上就是维持了一个平顺 但是迅速的动作 也就是讲平常我这个台车的换挡逻辑是很平顺的 可是当我要加速我要很激进的时候 然后我一升踩油门 变速箱就会给我一个相应的动作 所以它的引擎变速箱跟这个stairing的反馈 整体都做到非常非常的和谐 我只用和谐来形容 我必须讲老实话一句 这台车是一台让我深深爱上的BMW 我的人生里面可以没有法拉利 可以没有Lamborghini 可以没有Porsche 但是如果可以有一台M2的话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会很完美 然后这款车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是一个双门四座的车型 如果讲几件事有个小家庭 你载你的太太出门 然后你后面两个小孩还是可以应付得来的 不过呢如果是讲你的岳母要坐在后面的话 可能就比较难了 因为老人家真的很难上下车 整体来讲这辆车如果满分10分在操控表现 我给9.8 我知道我的分数很高 但是我没有夸张 因为这样子的车款 其实我不需要去做太多的这种review 不需要去做大家试驾感受给大家看 因为M这个字就代表了它是一台 完全极致的运动化车款 而且就像我前面在外观介绍的时候我有讲到 它维持了一个黄金轴距 2745mm 所以让它可以很轻松的handle任何的山路 还有任何的赛道 我可以跟你讲以后serbank最快的车款 其中一款一定会是这一代的M2 我可以跟你保证它一定会是 而且甚至可能不需要convention或者CS的出现 这个普通版的M2应该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了 不过我也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个排放法规的关系 M2已经是M部门最后一款纯内燃机的后轮驱动车款 所以以后你要买到那么纯粹的车款 那应该很难的 所以关于这辆车 我可以跟你讲这辆车的实用性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但是在这个影片中我没有讲到太多 因为我都还是那句话 运动车款谁去理它的实用性 谁去理它的舒适性 这辆车的主要卖点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超强的动力 一个是很好的驾驶表现 这两点它都做到了 我可以跟你讲 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你要买到这样子的车款 可能你有别的option 可能会有人讲我买Recon的RS3不好咩 我买S15不好咩 或者是买我其他车blablabla不好咩 那些车款的性能表现都是一等一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打包票 如果讲今天你真的是要驾驶表现的话 能够这个驾驶表现跟性能兼顾的 几乎只有BMW的 我一直以来对于BMW的驾驶感受 我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虽然讲这款车在一些科技层面的东西 跟它的对手相比 它确实逊色的一点啊 尤其是那个非常原汁烟味的内装设计 相信很多年轻人看的都不是很习惯 但是会买BMW的人 不会被这种细节上的设计所影响的 他们要的就是BMW的性能还有驾驶表现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 在这款车之后 你应该不会再看到 纯后驱 纯内燃机的BMW M车款 所以如果讲你今天是一个能力负担的来的朋友 你又喜欢性能车 那么这款车其实非常非常值得收藏 因为我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M2 我个人也是很喜欢 尤其是这辆车开起来的感受 完全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我觉得我可能讲多了 对它来讲都是一种贬低 它就是那么的完美 你可能觉得夸张 但是如果你开过这款车 你一定会赞同我讲的话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海外试驾的影片内容 因为场地的限制等等 可能有一些场景拍的不是那么美 然后因为这边是山区 风声也比较大 所以收音可能会受到影响 请大家多多见谅 我也希望以后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机会把这款车牵出来 拍个私家影片给大家看 我是Ivan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